作詞・作曲 李宗盛 拉起一个人 日日月月 天地守着最初的月 阳光映照慢慢来的路 逐渐有一个心愿 总在盘旋在这一刻 不怕星光变朦胧 等待奇迹一定会出现 飞翔飞翔 随风的方向 一路上 追逐落日照样 拉起身影响 让真情流淌 改变了什么 再随你去相望 他还活着 他真的还活着 他还活着 你说谁还活着 爸爸 你太投入了以至于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 我没干什么 看来你真的是很喜欢他 他 你说的是谁 就是他 爸爸 爸爸 你不能这样 我没说错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 爸爸 你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 我并不是那种纯种的雅尼人 可你得明白 他是我们的敌人 可你始终没有告诉过我 我母亲是谁 照这么看来天望真的还活着 而你是亲眼看到他杀死古兽兵了对吗 告诉我 我母亲是怎么死的 真 我想 我的母亲肯定让你感到了非常自卑 于是你就痛恨人类 是吗 爸爸 看来你爷爷确实比我强 他让你来找我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意思 我真是愚钝 怎么到现在才察觉到 你错了 其实爷爷并没有告诉过我什么 也没有关照过我什么 这点我清楚 云儿 知道吗 你曾是我的希望 那现在就不是了吗 我希望现在还是 晚安 爸爸 他对我失望了 是因为从我身上 他看到了母亲身上的影子 或者是人类的情感 颜秋 我现在与任何人都无法联系了 只有向你求助了 请你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清百姓内部的构造 并把情况告诉我 行动时千万小心 天网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要我好好照顾你和波尔 姐姐你好像有心事 是吗 当然了我都看出来了 巴豆 我好像觉得什么事都讨不过你的眼睛 是吗 告诉你 以前我并不喜欢你 因为你总缠着天网玩 所以就让你感觉孤单了 嗯 可我现在觉得你真的很好 很好啊 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总是陪着你啊 我可没这么自私啊 那要是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了呢 为什么 你说话呀 为什么颜秋姐姐 为什么 快说呀姐姐 嘘 姐姐问你 姐姐要是离开你的话 你会恨姐姐吗 我永远都不会恨姐姐的 无论姐姐做了什么 那姐姐就放心了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姐姐 你要到哪里去呢 好妹妹 今后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的 但无论姐姐做什么 请你相信 姐姐是非常非常爱你的 别哭 好妹妹 姐姐要走了 今后 妙海他们也会来看你的 嗯 再见 姐姐 哎 告诉我 你真的决定这样去做了 我总觉得不太妥当 难道就是为了你说的这个简单的理由 眼下我们实在是太被动了 我们不能看着白星一步步的得逞 我也知道这是下下策 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白星的营养液的阴谋 你是怎么知道的 亮海 我们是患难之交 有着共同的理想 但请你答应我 这件事你就不要再问了 好吗 嗯 如果不麻烦的话 波尔那里你有空去关心一下 还有野木子的实验室 这你就放心吧 对了 杰皮怎么样了 我会去把它找回来的 这里的事 目前就全由你来掌握了 那 你多保重 你也要多保重啊 王爷公主 请留步 别蹭了 上次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 那是王爷对我的栽培 所以我孟达感激还来不及 所以趁今天我女儿的生日 我要请你来放松放松 松 我很松 银儿 跟她说再见 我的这个女儿平时娇生惯养 被我宠坏了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快回去吧 哪里哪里 公主真是讨人喜欢 也很懂礼貌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你认为的礼貌 她长得多么可爱 好 那么就这样吧 再见 恭送王爷 歌舞升平 歌舞升平 好想的礼貌 歌舞升平 谁 是谁 我都看见你了 快出来 快出来 你 你是谁 是公主 公主 公主 公主你好 孟达先生 我看你是喝多了吧 怎么 你是 你就是颜秋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就想跟你聊聊 你想跟我聊聊 是吗 不跟你聊 我在这里等你干嘛 你干嘛 很好 我们进屋去谈 你是怎么了 颜秋小姐 我想我是高兴的昏了头 颜秋小姐 你找我 我觉得很烦 心里闷得很 我想你是我们白鸽岛的长官 不找你谈心 我找谁谈 对 我一直以为你是整个白鸽岛上最聪明最优秀的女孩 可怎么会站到老叛徒那边去了 现在看来我可能是误会了你 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就给我一杯白开水 白开水 好 有思想有品味的人就是不喝有品牌的东西 那样会玷污他纯洁的思想 来 让我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凉白开 我很想请你给我弹一支曲子 你真的有这份雅心 好的 我来弹一曲《人生几何》是我自己创作的 好 颜秋姑娘 你觉得这首曲子怎么样 好像很恐怖 你认为很恐怖 那我不弹了 弹吧 我正在和你弹出的旋律交流弹心 是吗 你能和我的旋律弹心 壮志未愁 无可奈何 却有贼心不死 你连这个都听出来了 这不是你写的曲子吗 这再明白不过了 真的 你 你不必害怕我 其实人的许多感觉都是相通的 我是为了你好才跟你这么说的 姑娘 看来也只有你才能读懂我的心 你才是我的知音 你是不是感到生活非常压抑 对 你是不是觉得雅尼人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你就要倒霉了 所以你很担心 是啊 那你是不是觉得哪一天你应该在白心之上 而现在却又无计可施了 是啊 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正在玩火 一旦要是输了的话 不用说白心会对你怎么样 就是白鸽倒也会把你剁成肉酱的 对 你说的太正确了 我正被这种担忧搅得头昏脑 姑娘 你给我想想办法 你以骑虎难下 看来我们两个真是同命相连 办法 我有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从今以后你必须相信我 否则的话你就当我们今天没有见过面 好吗 好 好 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 妈 我怎么就这样相信了他 我凭什么 你怎么一下子不说话了 颜秋 我凭什么相信你 而且要我毫无顾忌的相信你 说不定你是他们派来的倒沟 到时候要把我连心待肺的拉出来示众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不过为了让你相信我 我可以当着你的面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如果没有错的话 这是雅尼人送来的营养液 对 但是不知道从哪传来的谣言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谁也不愿意吃这个东西 还非得等几天之后再说 这我也听说了 但是为了让你能够相信我 我可以喝了它 别喝 你 为什么不能喝 我相信你了 这里面真的有问题吗 这件事你就别问太多了 那就说明你是不相信我 你喝了会怀孕的 会怀孕 真的 真的 颜秋 从今以后你可不能骗我 那当然了 好 那我问你 天望他是不是还活着 太巧了 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 可你有根据吗 没有 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他还活着 那我们要当心 对 难道孟大说的话都是对的吗 我所做的一切 难道真的没有错 杰皮 我原谅你了 原谅你了 难道真的都没错 难道我真的是为了白鸽岛的利益吗 不 这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我的那些私心杂念 以及对虚荣的渴望 时时让我难以自控 为了能盖过天望 我总是不惜一切的去做一些 让自己都感到后怕的事 不管孟大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自己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该找谁来谈这些心事呢 星川 我真的对不起你呀 天望 你真的没死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是让我喘不过气来呢 是我的心胸狭隘吗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妒忌你吗 是啊 嫉妒 极度 往往会带来罪恶的念头 杰皮 你该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连红霞现在都不愿理你 他确实也没有理由看得起你 杰皮 你完了 红霞 我求你了 现在杰皮痛苦得很 凭什么要我去 难道你还不知道他这种人 连杀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你说我去合适吗 那好 还是我去吧 你也别去 我们又不是没跟他谈过 红霞 我们应该帮他一把的 他这种人会反过来恨你的 但他最终会醒悟的 我们应该对他宽容一些 那你就去吧 你是不是常到这里来 你觉得这和你有关系吗 没关系 但我只是非常想了解 我来这里是怀着一种期待 说不定那一天天王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原来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那么为什么你不说还会出现新川 杰皮 别误会 我是来找你谈心的 我觉得我们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误会 我看我们还是到广场边的树林去 好吧 据说雅尼人送来的营养液其实是一种怀孕药 是给雅尼人生孩子用的 又有传说雅尼人过些日子就会来检查青年女性的血液 大多数市民认为 据消息可靠人士透露 雅尼人送来的营养液其实是一种怀孕液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这些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王爷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难道你是笨蛋吗 难道我回去一定好好查查 查 你有哪件事查出来了 难道你说应该怎么办 混蛋 难道要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吗 不 我会想办法的 我会的 看来我们必须查查你的问题了 对 我一定接受检查 你听着 我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必须让那些娘们全部怀孕 否则我就让你怀孕 你要让我怀孕 他们竟然要我怀孕 懂吗 怀孕 什么 这太过分了 我问你 你是否背叛了我 你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个秘密 目前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在你告诉我之前 外面早就已经传遍了 这样的话也只是猜测而已 孟达 即使他们现在当场把它喝了 也马上就会知道的 这是早晚的事情 你也不好好想想 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还活得了吗 可要是他们不吃的话 我也活不了 你想想 要让我怀孕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竟然已经想到了死 还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恐惧的 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凶 要不是由我的鼎力相助 他们能找到叛徒吗 对 可这些都是你自愿做的 何况他们这么强大 你又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强大吗 连生孩子的事情都要借助人类 这只能说明他们在生殖能力方面有缺陷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弱小 好 他们用让我怀孕来威胁我 好 那我就先让自己怀上 你不能这么做 我要怀孕了 我将会有一个雅妮人的儿子 儿子你要记住 你的爹是我 你的娘也是我 孟达先生 你怎么了 我很好 我的心情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舒畅过 这么有力量 我还怕什么 我孟达又雅妮人中的儿子了 你疯了 我疯了 不 我绝不会疯的 现在只有你是我的心腹了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一切秘密 包括科技上的 包括这座百姓的所有资料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总有一天我会控制住他们 成为他们的主人 到那时候整个宇宙都将在我孟达的手中接受我的统治 你别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其实愚蠢至极 光有强大的能量是不行的 今后他们只配做我的炮灰 我怀孕了有什么关系 将来我雅妮人中的儿子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的 你信不信 我信 到时候你就是我的帝国的王后 到时候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姑娘 你一百个放心 我孟达是最讲信义的人 绝不会实验的 可眼下我们还得做些具体的事情 感动让星光无限 用你在我的怀里 让你在我的心中 我们和世界碰面 被爱融化 就让全世界没有随便 感动让星光无限 用你在我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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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在我的心中 让我们永远和时光封面